葉源 起 旅 路地遠別害怕 爱如染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借鉴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on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等他回答 愿你人还有他 但是轻差点我 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你软弱爱卷冬夏 第1章第2章 第2章 糟糕 我还在医院 为什么警察发现了我的试试 哪里来的中国女士 不让我看 你的服务 五天 好的 我收到 你好 你是中国女士的救我吗 不是我 是我的朋友 你会救我 那我可以找她 我 你问她 谢谢 当然 她把我救了 她叫苏妍 她叫苏妍 她也工作 她在医院 卫生 您看一下 安静好 你跟她说 术后恢复得很好 随时都可以出院 好 呃 卫医生 这是她的费用清单 酒精以后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这是她的费用清单 这是我的名字 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我能够得到 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中国女士应该是败 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 为什么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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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维安不会有事吧 我刚刚才是维安救的她 你跟她说这个干什么 她 她 她问我 你跟她说 诊疗费是我签的字 血检报告是我交给警察的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照我说的翻译 什么她说 这是医院的医院 我们可以跟警察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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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等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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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闭嘴 你做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做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让我找到中国 你们这种中国人 为什么她把我救我 钱 郭医生 你没事吧 刚才 我没事 怎么回事 维安 你救的那个人 他是个疯子 他自己付不起医药费 还怪你多敢闲事 对不起啊 我刚不小心 还让他知道是你救的他 这人是不是手术还有什么护益症 我自己浴血没清干净就是 手术很成功 浴血清得很干净 他随时都可以出院 您知道他是酒驾正事 还给他做得这么成功 作为医生呢 管不了谁该死 只管谁能活 再说了 那个病人 不是你救回来的吗 顾医生 你刚才不是还让我跟那个人说 是你把缺点报告交给警察的吗 怎么现在又来怼我们维安呢 你受伤了 痛不痛啊 维安 你不是说 外科医生的时候比金子还要贵 这怎么办 我 我 我没事 没关系 怎么会没事呢 都留了这么多血 走走走 维安 你快点过医生 我没事 你这个伤口得赶紧包扎 赶紧走吧 维安 你快去 算了 护士长他们是专业的 让他们来吧 你这棵铁树真是带都带不动 小老板 这些都是我筛选出来的法语翻译 都有诸外经验 你就放那儿吧 这个就挺不错的 二十八岁 大学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语专业 研究生是在巴黎读的 巴黎上学的女孩子 能在拉卡亚吃苦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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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岁 看上去就是吃苦耐饶行的 怎么样 就她这个年纪 上有老下有小 离得开家吗 那这个吧 这个 行了方明凡 找法语翻译呢 一定要慢慢找 欲速则不达 要想找到合适的 没有那么容器 所以说咱们 宁缺无赖 宁缺无赖 来 让我快速找个新人 换掉临时的苏翻译 现在又不着急了 慢慢找 小老板的心思难猜啊 你还有事吗 小老板 别看了看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都还挺不错的 这两个 都不比苏翻译长 要不选两个备选 万一哪天苏翻译离职了呢 毕竟翻译赚的也不够多呀 这两个是吧 行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 他们不错的话 我可以考虑 换掉枪翻译 不用了不用了 我觉得挺好的 速翻译挺好的 不用怕了 走了小老板 来 喂啊 这是顾医生 特意让我们饮泡的 活力茶 喝了它 精神百倍 活力加倍 真的假的 看 还是需要我帮忙吧 嗯 好喝 是吧 这啥呀 卡冰达树皮 你怎么了 怎么 卡冰达树皮 对啊 这 哎 别喝了 干嘛 这是男性用来增强那方面用的 你确定 是顾医生让我喝的 啊 还有这种事 顾医生 她一定是被广告词给骗了 我问问她去啊 我问问她去 我问问她去 我问问你 若医生 请问你 你为什么要问问我 她的意思是 你也有那个样子 不能接受啊 准备感受的 说准备感受的 还不得oked 我要当面问他啊 他会怪我的 你告诉他 洗得不错 下次别洗了 浅浅 你真的给苏帆逸 喝了那个卡冰的阿树皮吗 啊 完了 小老板的一世一名 就被你给毁了 我怎么知道呀 我看那个摊子上写的 青春永驻抗疲劳 那我就买了呀 谁知道呢 你说你做这些你图什么呀 我害得维安 被那个赵氏司机给记仇 还把顾一生的手给弄伤了 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呀 而且我太了解苏帆了 你要等到他主动出击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但是 你这帮的都是道吗 我要你说 你这帮我 烦死了 明明我就是想要补救的 可是 现在事情就变得更糟了 浅浅 没事儿啊 有你这样的朋友忙前忙后 苏帆安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就觉得 你特别开 我也想要一个你这样的 女 朋友 朋友 我们俩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 小老板的手快好了 小老板的手快好了 我洗衣服还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洗到他们修成正果 永结童心 好 我洗了 站住 小老板 周末不出去玩一玩儿啊 你这T恤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也是苏维安给你洗的 是 是 还是不是呢 你输给谁洗衣服 我说呢 苏翻译爱钱如命 怎么可能免费帮别人洗衣服呢 也是 像顾云正顾医生这样的人 天天喝卡冰达树皮 身体肯定很好 怎么会需要别人帮他干这种体力活呢 我什么时候喝卡冰达树皮了 姜牟姨 何须才跟你说 苏翻译的时间这么贵 我可销售不起 以后啊 不要打着我的名义来献殷勤 顾医生这么忙 以后我的事情 也不需要顾医生操心 跟我来 苏小主 请用茶 这有什么茶 灰碧小主 这是奴婢自己买 自己泡 自己献给小主的 绝对不会再有问题 行 归案吧 小主不舍得逼得气了吧 再有下一次 少你一张红天 你又信了 真把自己当小主了 我跟你说啊 你再凶我 我就少你一张红天了 啥那么凶我 十一月一 那不就是明天吗 明天什么重要的日子啊 明天是拉可亚冠军咖啡豆 开市的日子 从早上起点就开始了 先到先得 而且一年只有一天 能不能发带就看明天了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带上我 我给你当助理 说得跟真的似的 你能起得来 起不来 你叫我嘛 你 你 你把我打醒 好 我现在就去睡 肯定能起来 叫我啊 叫我啊 天都还没亮 她在梦游吗 是的 有些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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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恩 这么早 去哪儿 去哪儿好像不需要跟你汇报吧 你又去哪儿了 我 晨跑啊 前面就是车站网 你每天趁忙的这个路线 这么早 你到底去哪儿啊 去早市 什么早市啊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咖啡豆大赛 我要去拿下冠军党的中国代理权 晚了就来不及了 你还真是无力不起走啊 回去休息吧 八点半第一台手术嘛 你也知道八点半第一台手术啊 迟到扣钱哦 放心吧 绝对不会耽误手术的 我 我看着你上车 穿过前面巷子就是滚到车站了 回去休息吧 那我就跑到车站 随便 你别跟着我了 前面好像有人 好像不太对劲 不是吧 怎么只要遇见你就没好事啊 走 不太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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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劫 谁啊 你救的那个肇事司机 喂 喂 停 你跟他们承认了是你把血检报告交给警察的 为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 我不是担心他嫉恨你吗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为什么让你这种人跟上我 这下不仅没钱赚 我一定见大水票 苏维安你 小心 快跑啊 快走啊 走 走 警察 来 苏妍 苏妍 你没事吧 有什么没事 职班医生 谁是职班医生 快 小老板 这是怎么了 立刻安排CT 或拿打击伤 排除炉内出血的可能 快 好 你喜欢的 杜总 虽然我们二期实验的数据 没有预估的这么理想 但是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我相信哪 只要下一期的资金到位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原计划 推进临床实验的 还是太慢 能不能加快进度 我希望 今年能进入临床 搞科学研究 还是要实事求是 是在你当初决定投资 HTQ39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所以 还是不能操之过激 爸爸 云晨是自己人 你也理解他的压力吗 您不知道 云晨为了筹筹您的科研资金 跟投资人喝了多少顿酒呢 东总 我呢还是那句话 好 搞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 严肃和严谨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所以 我们研究的是药物 不是研究的其他东西 我知道了 您是国内 研究舞蹈症领域的专家 科研的事 交给您我放心 资金的事 您也不必有后顾之药 好 你手没事吧 我手没事 你受伤了 痛痛啊 小老板 万幸没有颅内出血 只是轻微脑震荡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你也受伤了 你的作文都是编的吧 你的工程师妈妈呢 怎么从来都不出现 你该不会是 没妈吧 没妈的孩子 想跟草 妈妈不要你啊 你是跟草 我认识说 妈妈 妈妈我就在拉你垮下 我快就回 回去了 你敢推她 揍她 你这样是跟草 妈不要你了 你就是跟草 你就是跟草 你真是没妈的孩子 有个人打架了啊 他们说我没有妈妈 记住啊 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输了 爸爸 我疼 眼泪是这个世界上 最没有用的东西 好 为什么 她为什么活出命祸 好 佳佳 曾有编 是当刚出锅的 怎么啦 怎么了 不喜欢吃葱油饼啊 我呀还在受苦 我这时候应该自责的 三天吃不下饭才对 可是我看到你这个葱油饼 我还是好想吃 它好香啊 我怎么能这么茬啊 你就吃嘛 嗯 没关系 苏外都已经醒了 而且小老板一直在她身边守着呢 可是 当事儿不是因为我多嘴的话 她根本就不可能受伤 那照你这么说 那要不是小老板医术水平太好 把肇事司机给治好了 要不是这个友好医院刚好 建在离车祸很近的地方 那要不是 我去帮那个赵氏司机 做了酒精血浅 那要不是卖酒的 把酒卖给赵氏司机 你这么说 那苏外安都不可能受伤 你怎么不说 要不是哥斯拉拯救了地球 苏外安不可能受伤 嗯 有道理啊 下次加上 谢了啊 好 来安慰我一下 对啊 现在这个时候 正是维安和顾医生培养感情的好时机 虽然跟英雄救美的剧本差点距离 但效果好像更棒了 江母爷 你不是祸从口出 你是爱的丘比特呀 龟一征 BRAALL VEN 尀 大影一切 自己刚才在家里里找 quería 有请你 也是 你这 rahat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叫我名字 我 我是想说 我欠你的钱 你打清了 什么 你不是在警局 帮我付了罚金吗 这一次我代理权都泡汤 顶巾尾款全都没了 还受了伤 够还你好几次 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收 那些什么咖啡豆 也不至于被坏人追 那 你慢一点 那些坏人明明就是 丑你来的 你 拿命护我 是因为我值钱吗 是啊 你的命比我值钱 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 哎 苏妍 以后不要这样了 没有一个人的性命 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 上岳合夫 不记得您庞召她 Pretty姐 如果是小姐 我们的家人 你不管怎么啦 什么贴心啊 她是我主治医生 了解了解患者情况 是应该的吗 你待会儿 把她头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处理一下 避免伤口感染 这是医嘱 好 我呀 我真希望受伤的人是我 你出这么多血 肯定很疼吧 没事 我不怕疼 你知道的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哪也别去 给我乖乖待着 知道了 对了 我受伤的事情别跟我妈说 她会担心死的 知道了 顾医生这医嘱下得真好 我早就看你这一头乱七八糟的辫子不顺眼了 还我当年的医学院美女学霸 江沐妍 你哪头的 人家顾医生 可是一直在等着你醒来 挺关心你的 这医生关心患者 不是天津地医的事情吗 那你呢 帮顾医生挡一棒 也是天津地医啊 什么就我帮她挡一棒了 我才没有呢 那就要 躲闪不及 我跟你说啊 我这次可亏大了 我觉得我跟这顾医生就是不合 只要一遇见她 轻则赔钱 重则少许 是吗 那没准人家顾医生不这么认为呢 救命之人 那不得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你个头 不是 这 这受伤的事我怎么你脑子傻了呀 她以身相许 气得我头疼 好好好 我不说呢 不疼不疼啊 卫安 你知道吗 人这一生遇到真爱的几率 只有一万分之三 所以你要是遇到了 要好好把握 不要放手 才一万分之三哪 这概率 比得绝症还小呢 怪不得爱与死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你这 什么死 什么绝症 天天胡说 好啦 我不该乌鸦嘴 再乱说 我就跟你绝交 再乱说 我就跟你绝交 管车 我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 都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好啦 惊慧 我让你绝交 你绝对你 你很烫啊 小脑 你都不许多elf 你让什么我许多吃 我许多的群多一群多的群多家 你也许多的群多都很保护 你千间的群多的群多群多酒 你你能不能活而逃常 我都很丶多久 你 你拿命护我 是因为我值钱吗 你的命比我值钱 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 这个疯女人 心里面究竟怎么想的 就这样就死了 你怎么为她做这么多 最后还为了她死啊 怎么会这样啊 她到死都没向南柱表白 真是的 顾 顾 顾医生 我们俩没有再偷懒 就是现在已经下班了 求 顾 顾医生 千万别和我们护士长说 我问你啊 就那女的 她为什么愿意为了男主去死 因为爱啊 她爱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 不忍心她受一点点伤 宁愿牺牲她自己呢 也要保护男主角 那这个女主 为了男主做了那么多 嗯 她为什么嘴上死不承认呢 宁愿 你刚刚在叫我名字 没有 那是因为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我是想说我欠你的钱 你打轻了 她再怎么爱一个男人 都不会主动说出口 谁先说出口啊 谁就输了 真的 当然了 电视剧里都有这么写的 顾医生 这方面啊 我可比你厉害多了 原来是这样 顾医生 我们俩先走了 怕输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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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难受呀 有没有再看什么 你也不想谈她 那个我确定 我根本是一个很狠 我根本是有大構寡 你别骗不想谈这些 你也不想谈她 他爱好不想谈我 我跟你这儿 我 经常聊 ,我一定是最怕哪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刚下班 你在这儿很久了 我不想打扰到你 月夜闪花的兴致 挺好看的 你也喜欢蓝花银 我是说 你这样 挺好看的 我 不早了 快回去休息吧 我是说 你这样 挺好看的 思维安 你犯什么花痴 是被浆母影传染了 还是出现脑震脑后一阵 C播ce 杰优优独播剧场—— 是因为他的错误 他们都没有尝尝 听到 但是总统 医生说所有试验试表明 没有疾病或疾病 中国的区域是最好的区域 没错 我希望中国医生 在医院的医院 不会那么不可行 你好 教授 你好 听说你差点受伤 有个翻译救了你 知恩图报啊 你现在多么点不凭好好照顾人家 等你们任期结束回来后 爷爷一定好好答谢 好 爷爷 我争取带着他一起回来 您今天还是老三样 对 没错 阿姨啊 今天的早餐你帮我多打一份 好的 没问题 还有这个小米粥 小米粥也帮我来一份 您不是不爱吃小米粥吗 这小米粥我打包 它不是有营养吗 好的 没问题 加点那个小菜 好的 好的 阿姨啊 那个馄饨馅馄饨皮 您不卖吗 那馄饨可不是咱们食堂的 从池到馅啊 没有咱公家一分钱 就是我自个儿姐姐肠包几个 我看那馅一看就特别好吃 是吧 你看那点量 还不够我一个人吃的呢 阿姨 好 好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没 营养早餐每人一份 快吃饭吧 来吧 可是我还没点饭呢 不用买 免费的 免费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神经外科病人每人一份 你是病人吗 病人的早餐免费了 二床病人的特供尊医主 特供 来 趁热 居然还有小馄饨 我都想死这一口了阿姨 我也想吃小馄饨 就这一碗 方医生 你的早餐呢 在食堂呢 等等 我的心好疼啊 快给我检查一下 我也想服用小馄饨 趁热 仅尊医主 再拉开一扯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个小馄饨 是哪位医生开的医主啊 小老板 你知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现在很闲 赶紧去给二床办延住手续 延住 为什么延住啊 我这轻微脑震荡 明天就能出院了吧 继续观察 防止持发性颅内出血 可是我已经开阜了 我是医生 这是医主 好 有点 我 是 是 黑夜拨动时针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解证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走迷途的人 只配着温暖孤独灵魂 要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拨动时针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解证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就是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冰对命令的场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配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